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国可主张对海岸延伸出200海里 范围内的大陆交层有专属的经济权 因此世界各沿海国家无不力图取得辽阔的海域主权 希望将可能产出能源的海域划归己有 一场赌上国家未来发展的全球海底争夺战 将日趋激烈 以与我国相关的南海为例 其面积约356万平方公里 海中主要岛屿为南沙群岛 中沙群岛 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周围环绕十个国家 南海因海底蕴藏非常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且属海底较浅海域 开采成本低廉 渴望获得莫大的利益 加上巨多样与丰富的渔业资源 使南海周边国家不惜兵戎相见 竞相争夺南海岛屿 使南海成为国际注目的地方 除我国外 中国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汶莱等国 亦摆出争夺态势 主张拥有南海的南沙群岛领土权 至于西沙群岛领土的争夺战 则由我国 中国与越南等国参与 尤其是中国夹着压倒性的武力 不断对越南及菲律宾的能源调查船 进行阻碍或开炮恐吓渔船 东南亚各国也因而冲突不断 近年来中国南海填海造岛行动 引发美国 日本 菲律宾 与越南等国不满 且有具体的军事合作 甚至联合演习 彰显态度 南海战局处于中国 与抗中两阵营对垒的紧张情势 短期内 南海资源争夺战也将越演越烈 同样的 东海也因海底蕴藏石油矿 因此引发日本与中国 针对东海横跨两国排他性经济水域有所冲突 尽管两国已于2008年达成同意 横跨中间线共同开采的协议 但具体的交涉内容无法突破 此时无法解决该问题 近年来资源争夺战开始往北极地区发展 北极海底蕴藏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 根据美国地质探勘局2008年公布的评布报告显示 北极地区带发现可采的资源约占全球总量的22% 有13%的石油以及30%的天然气 过去北极海因为浮冰而导致开采不易 但近年来受地球暖化而使浮冰溶解影响 北极冰源缩小 使当地资源开采相对较容易 加上暖化使北极海出现一条贯穿亚洲及北美的便捷通道 使北极周边国家之丹麦、挪威、俄罗斯、美国与加拿大等国都想分杯跟 北极海底战争就此展开 俄罗斯从2001年起一直期望获得北极海接近该国的海域 因为其为富有油气的地段 但由于资料不足而被搁置 2007年 俄罗斯从北极点下潜至4000多米深的海底 收集土壤样本 并在羊底插上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 以宣示主权 此外 亦在北极多个岛屿上修建军事基础设施 并在北极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以保护俄罗斯在北极的经济利益 美国和丹麦亦相继派出考察队前往北极地区 加拿大则是宣布将在北极地区建立两个军事基地 2008年 北极地区周边的丹麦、俄罗斯、美国 加拿大和挪威等五国举行会议 同意争端问题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架构下处理 2014年12月 丹麦及格林南岛对麒麟近北海区域中 9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向联合国提交扩展申请 2015年8月 俄罗斯再度向联合国大陆交承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 主张包括从海岸延伸出去约650公里的海域 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的北极海床 属俄国领土 如果联合国接受新申请案 俄国不只将由全开采北极的矿产 也有理由支持其延伸国界的主张 许多国际环保团体指出 如果不能规范各国对北极资源的争夺 北极地区可能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 呼吁建立一个类似于地区协议的多边协定 与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南极条约体系相呼应 事实上 联合国大陆交承界限委员会 多年来针对北极问题不断收集证据 以确定该地区的控制权 然而 预期将耗时十年才能对北极主权做出裁决 因此 短期内北极资源争夺战仍将不断上演 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资源争夺战 早已上演多年 阿根廷在1980年代初期 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和大规模反军政府的运动 阿根廷政府试图 透过福克兰群岛采取军事行动 以以转视线解决国内政治危机 1982年4月 当时阿国总统下令对福克兰群岛进攻 随后英国派出海空军反击 同年6月 由胜利的英国取得统治权 此即所谓的福克兰群岛战争 然而阿根廷从未放弃对该群岛的主权诉求 尤其当周边海域确认蕴藏丰富石油 英国企业尝试开采后 立刻引来阿根廷反弹 一方面 阿根廷拒绝传播停靠该岛 表态将采取法律行动或实施制裁 并对参与石油开采的企业施加压力 2015年6月 阿根廷法院甚至裁决没收在福克兰群岛 开采石油的五家公司财产 阿根廷另外一方面一直积极寻求 透过国际对话 以解决目前由英国控制的福克兰群岛归属争议 随着人口增加与经济持续发展 矿产与能源资源需求将随之增加 资源争夺战也将持续不断 而关乎国家未来的全球海底争夺战 已将越演越烈